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怎么样 明天全天有雨 天天有雨 我不用浇水了 精灵十分不满 他们会竭尽全力给你捣蛋 这个是窗 这谁啊 铁匠吗 嗨 早 克林特 一个熔炉 他给我个熔炉蓝图 我们可以造熔炉 可以炼矿了 学会如何制造熔炉 OK 有道理 只要你不撑伞就过来了吗 当你融化到一定数量的同胞时 可以考虑 让我给你升级一件工具 这样会变得更轻松 嗯 看一下熔炉怎么做 需要25个石头 20个铜矿石 我们有吗 木有啊 这个颜色改一下 改成 这个颜色OK 一个红的 红的放这个 蓝的放工具 先矿石 矿石放这吧 木头石头纤维纺 这是得放食物吃的 来呢放材料 15个20个石头 我们去搞点石头去 哎对了 我之前不是有种子吗 种子种那边了 把这个石头凿了 这一天特别轻松 我们现在不急着送东西 我们有钱了再送 送高级东西 或送他们喜欢的东西 我都每天过去送东西很烦哎 卤一个石头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啊 这里过不去要绕个圈 石头木头都挺壮的 先把这些小树枝都砍了 小树枝好像是不会长出来的 砍就没有了 咦 掉水里了 把自己的小树枝都清掉 石头刀是无所谓的 嗯 啊 这里走 好 压力掉水 啊 这上面有那个矿石啊 每天会刷新 说好刷新铜矿的呢 就一个 把这里的矿石全挖了 一个底两个呢 呦 煤炭 好样的 感觉体力好就没了 没出温泉之前 还没法恢复体力 还没法恢复体力 哎呀 白凿了一下 凿地上了 这边是一个比较矿石 那边是一个 就没有出温柿子 要不然就没法恢复体力 好了 那边是我们供应 就没法恢复体力 也不过 像我们以后 粘土 粘土用来做那个桶 或做一些东西挺有用的 这里的树枝都砍了吧 反正现在体力还多余一点 也可以去钓鱼 但是我不想钓鱼啊 我们是以挖矿为生的 全是石头 全是石头 这里再调组一下 反正它也不会生病 这个设定很奇怪 淋雨淋多了也不会生病 牧场物也好像淋多了会生病 这个不会 这个没遇到过淋多了会生病 往下面绕 不对身上有东西去存一下 铜矿不够 因为铜矿那边矿洞还在建造中 还在挖 还没弄出来 哇 这么多杂草 杂草反正留着 纤维后期也有用 做稻草人有什么需要用到纤维 稻草人好像 跟地要跟到多少集才行 我忘了 啊 这里没打草 把这个放进去 15不要 把这个铜矿什么全任意 木头35个煤炭 这个是什么 啊 这个气 这个玩意儿 我们出去逛一圈 捡一圈东西 有没有东西捡 哎 这里有一个 上面有没有 没有 走得好慢啊 什么时候有马 但我现在买不起 日志开始铸造 打造一个熔炉 开始收割防蜂草 防蜂草没成熟呢 龙炉矿洞 那个石头不够 翻翻垃圾桶 说不定翻到钻石什么的 直接卖钱了 或者送人也行 前期我们就不考虑这个好感什么的 拿到一个饼干 哎 这里怎么了 有任务 三号了 这有任务 我需要一条鸡鱼 我的腿小 我的痛小腿 什么东西 仅仅要给我一个乔底 但是小腿痛 又翻译错了 高质量种子 PL杂货店才有 货到付款 付94 我不钓鱼 如果我也没有 我不钓鱼 去海滩逛一圈 下雨天都没人啊 海滩有贝壳 简介 这边需要木头才能过去 三百个木头 我不想花三百个木头去开这个了 以前开这个太坑了 有三百个木头我不可以做点东西了 拿到一本书 遗失之书 我可以去图书馆了 为什么不把钓杆存起来 我又不钓鱼 下午两点多 慢慢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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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热的时候这里可以买冷饮 垃圾桶摸一下 这应该解锁剧情了吧 没有东西要捐给博物馆 这两本书是什么书 这里缺了一本书 不是有本书 遗失之书 那我刚刚捡到这本书是什么书 我怎么不能看这本书 可以 马尼 种植小贴士 施肥后可增加作物质量 减少工作 提升作物产量 果树层说要一个季节 但不需要过多的打理 注意要把果树作为的杂草 食物清理干净 各种庄稼在当季结束时会死去 除非是可以多季节 玉米 芥兰与大麦 用镰刀说过 但是那个种植时间长啊 摸一下垃圾桶浮公英 垃圾桶可以摸到浮公英 有点 有点不科学 没啥东西捡了 看看地上有没有蚯蚓 我们要刨一下 充实您的生活 浇假可乐 这广告打的 这里面有没有那个蚯蚓 蚯蚓太难找了 很伤很伤眼睛找起来 之前是把蚯蚓替换成宝箱 我才能找得到啊 替换成蛋还是宝箱 蛋 好像是蛋 这边有东西捡吗 没有花花草草捡 没有刷 啊这里有一个 这里好像也有东西捡了 有一个 但是并不多 那这里矿洞啊 矿洞还在找 还没出来 好像都很后面才能出来啊 第几天第四天还是第五天 矿洞才能打开 然后里面去挖矿 你们的好感度我都没提升上去 这些吃的什么韭菜什么的话 要留着 要留一点 每个都留一个 因为到时候好像 要不这次我们不搞这一个解锁吧 还是解锁 不要加那个旧家可乐 旧家可乐那个加了之后 那个 那个地方就变成工厂了 要不然变成仓库了 仓库一出来那就完了 就不能做那些任务啊 全就弄不了了 花花花草草 等会去送人啊 可力 三葵 三葵 三葵留一个 这个留一个 够了 其他全卖掉 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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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我的鱼竿给存起来 鱼竿我现在不用 其他都可以拿着 鱼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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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竿十八个不够做啊 他做一个要多少 要二十个鱼竿 是差两个 让他刷新啊 我们先去找找看有没有人 有这个点应该他们都睡觉了吧 找不了了 我突然发现 不种东西好无聊一点在那边逛 你可以钓鱼 但是我不想钓鱼 挺无聊 周三关门 这次我们换一个攻略对象 换谁呢 这边呢 就你了 海力 海力 海力喜欢钻石还是什么呢 我知道 我唯一喜欢小镇就是海滩 这里可以看到新树 以前是看不到新树的 以前还要通过额外的模组去看新树 这边有什么人吗 对了 还要给那个 给那个玛尼送东西 玛尼不知道在不在啊 有可能已经关门了这里 好吧 应该给玛尼送东西 有个任务需要用了 这么多东西捡一下 现在没钱只能出来捡东西 石荒者 我不是 我不是去农场种田的 我是出来石荒的 这体力怎么办 再凿掉点石头吧 我这里大葱捡一下 前期大葱很爽 虽然卖不了几个钱 但是可以吃 可以加体力 一根好像加二十体力 这还是要捡一下 大葱是个好东西 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捡 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捡 这雨下的真难受 看到花什么都存起来 我来收集点种子 野种子 没什么东西捡了 我只掉杂草 种子呢 种子 给我来点种子 我去走 一刀挥过去 一个种子都没有 没种子 好了不早不早 九点了 我们要回家 趁这个时候早点石头吧 趁还有体力的时候 早点石头 把这里的石头给清一下 正好身上满了 别凿出什么煤炭什么的 就捡不下 这种石头好像是凿不出煤炭的东西 十点半了 还剩多少体力 四十五 凿一下二体力 剩根半叶 还有我 我还在挖石头 看第二天那边 那块地方会不会种东西出来 不是 会不会有石头出来 不是种东西出来 石头会种出来 它会多出来的 但矿好像很少 我没提力了 十九 诶 这里怎么过不去 太黑了 什么都看不见 你开始觉得非常疲惫 不能再用了 再用要死人了 杂草 这些可以卖了吧 洋葱存起来 这两个卖了 我说忘记浇水了给 但是猫还没来 这个时候猫还没来 我凌晨了 凌晨了 要睡觉了 睡觉 看看哪哪 哎呦 采矿到一级 可以出樱桃炸弹 但是樱桃炸弹 消耗量比较大 还是不建议 做这个樱桃炸弹 它用煤炭加石头 好像 然后就可以产生爆炸物 哇塞 我怎么把黄水仙给卖 哎呀 我怎么把黄水仙给卖了 卖偷东西了 哎呦 两朵黄水仙啊 可以送人呢 哇 天亮了 看看天气一报 嗯 天气 风和日丽 万里无云 你今天要走运了 然后离地而去看看 啊 春葱 啊 春葱我一直捡啊 有一封信 看看是谁寄过来的 我是罗宾 我了解你的农场周围有很多散落的碎石 如果碎石有富裕的话 可以让我给你盖一口井 井可以在农场任何地方 这样你可以 把这个打水了 然后看到乌鸦了 带上75个石头和1000块钱 哇 这就是坑田啊 我们先浇水 这个水浇起来有点累 因为这个一浇水 你不用这个 不打开这个工具的一个 这个框啊 有可能会浇错地方 我一开始玩的时候 我发现总会浇错地方 你可以打开这个工具的一个 选择框 上一集有教过怎么打开这个框子 大家如果不记得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集 这什么时候买了 因为 乌鸦给我吃了一个种子 吃掉了我一个那个杂物种子 这也可以直接倒水啊 你看 这个农场跟普通农场不一样 高山农场就是好 倒春的人 灌水 来浇一下 好嘞 走 下去 这里走不了 绕一圈 我每天就是去翻翻垃圾桶 然后捡捡垃圾 卖卖钱 那上面没刷新啊 这里不刷框了吗 就一个石头啊 你的刷新率太低了 早知道不玩这种框了 我以为一直会刷的呢 就刷了一个天 我这里路有点绕 我从下面走了 先去拔葱 我身上有520 这520这数字怎么出来了 这里没有小车 有小车的话可以买东西 买一些稀有的东西 这里没东西 往这里走 有一个东西 这个是香葵 这里还没解锁啊 这里是一个巫师 南巫 南巫的话我记得好像是给你一个能力啊 就是小精灵的能力 晃一圈 有东西就剪 没东西就不剪了 没东西就路过 走一走 这边是一个卖帽子的店 但是现在没有开 卖帽子店可以买一点稀稀古怪的帽子在头上 这是装饰用的 好像没其他用处 就相当于一个时装 帽子商店 时装店 哇这么多村 春天啊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没有发现有这个葱 然后玩到很后面才知道 啊这里有葱啊 前期就靠这个葱来加提力 葱卖不了几个钱啊 不是很 不是很贵卖的 哟 哦 史诗首辅 这里还有葱啊 春葱真不错 很好 哎呀往上走 主要过来拿那个葱 葱不是葱 拿这个葱 这高级葱可以卖了 低级葱可以吃了 这里是谁的房子 丽雅 要不这一次攻略丽雅德了 啊拍泥 嗯 这垃圾桶我没翻 他会不会看到我 啊 这是这是有钱人 最正常的一个 我们去攻略塔德 但是我手上没东西送他 没有东西 丽雅 我不知道他出现在哪里 有时候一会在这一会在那 海莉的这一个路线 我就知道 他没事就到那边花 花坛那边去站着 然后发带 挺无聊的 哇 惊喜鲤鱼 可以 然后潘尼是不是在这里的 他老老妈你看 潘姆 然后我们来把这个东西送掉他 解锁剧情 这个剧情我们跳过 看过了以前 没有看过可以看我第一季 捐赠一下这个首辅 我把这个首辅放这里 好 获得新的任务日志 OK 我们应该有钱拿了 他给我钱拿 考古发现 给250 还有一个什么人 我开始铸造 什么时候能挖矿去 哇 太阳鱼 开心开心开心 有鱼了 没东西 把这个石头怎么扔掉的 我就没事翻翻垃圾桶 哎对 呃 这个饼干 我回去存一下东西了 身上又满了 绕一圈往上走 这不村长要生日了 我看一下 村长生日几号来 7号 村长又站那边了 这里剧情没有触发吗 这是什么时候触发剧情 我不记得了 还是要跟村长对完画 那我对过画了 这次我们就着重养啊 养鸡啊养鸭啊什么那个了 不种田 没办法一开始总要种田 你不种田钱哪来啊 对吧 没有钱啊 什么事 都办不了 有钱什么事都好说 买完买就行了 回来把山葵卖了 然后把大葱存了 然后高级大葱 卖钱吧 低级就不卖了 这个高级的卖钱 然后 浇水 留格子 太阳鱼留着 吃的在身上 吃的东西在身上 看这里有没有花 有花捡就好 啊没有花 那我回去拿个花 我要送给那个海力 这里我记得可以看星术 这也能看星啊 海力我送过一次 再送一次就行 这就送一次 没有那个花了吗 他喜欢那个花 这个花好像不喜欢 我去捡一下那个花有没有 嗯 黄水仙之前被我卖了 本来身上还有两个呢 每天要存下黄水仙 海力肯定在这上面啊 在这上面站着 要么就回去了 你看 你看很乖的在这里站着 我听说没有花 我送他一个饼干得了 啊 送饼干也喜欢 可以没问题 两颗送满 我们往这里走啊 看看 要不要买点种子去啊 看看要不要买点种子啊 这些啊 我怎么送他 哦 之前不小心送了东西给他 土豆种子 花椰菜 十天成长 然后无限收获 这个 啊 土豆的话是 再买点吧 土豆种子 七百七哈 没什么可以买 好了 十五个土豆 回去种田去了 哎 还是要种田为生啊 可怜呐 我先去 哎 这个说够话了 都说够话了 看看任务 任务日志 介绍 还差 还差六个人没有说到 有几个没出来过 就没办法 先去海滩看看 有没有东西捡 没东西捡 我就回去了 还真没东西 连个蚯蚓都没用 冬天的话这里有那个bug 不知道有没有修复 应该是彩蛋吧 就无限挖那个萝卜 然后捞一笔钱 然后直接报复 一夜报复 这家伙没说过话 之前好像是裸男就是他 亚里克斯 你快走啊 我都没法摸垃圾桶了 他站在这里没法摸垃圾桶了 好 往上走 这一天过得特别悠闲 我们要去看看 这边有没有东西捡看看 然后回去种个田 这两个家好 这是属于那个科学家 城镇里唯一一个科学家 罗宾 他们已经下班了 我看这里的打通了没 还没打通 还要再过一天 等到下集可能 估计能进去了 我应该能进去了 这边好像是过了 哪个季节可以打通 最后有火车了 有火车了 就可以去捡点杂物 但是几率比较低 我之前没这么捡到过东西 好 我们接着种田 怎么种呢 种这边吧 15个 1 2 3 4 5 7 8 그건 9 12 13 17 15 10 6 好 然后浇水 哎 洒水在那边 洒水在这里 水会不会我放起来了 加个水去 天黑了 水会不会我放起来了 OK 充实的一天又过去了 我在这里好像有东西 那后期解锁可以拿到东西 好睡觉 有收获了 春季 春季月 什么叫春季月 翻译问题 第一年 我们就卖了大葱 大葱真的不值钱 最高薪大葱才一根12块 一个野山葵都抵他好几个呢 三个才30块 一个10块钱 野山葵其实没啥用 吃了还不是卖了 50个 一个野山葵可以换一包种子呢 对吧 好了 那么这集我们下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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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